记者王关仁台北报道 今天有议员爆料 时代力量一名助理日前因为持有毒油票 在台北市中正驱租屋处被逮 警方对此表示被逮的是36森林姓助理 他疑似向国外卖家订购100张毒油票 与20多公克的毒蘑菇 但毒品进入海关时被弃毒全发现 海关通报新北市海山分局与基隆县兵队 干员在依据收获人地址前往灵南住处逮人 警方调查36森林姓男子日前透过网络 向国外的卖家订购重约4公克的100张毒油票 20多公克毒蘑菇 但毒品由寄来台进入海关检验时 海关企毒全文出该包裹怪怪的海关人员 研判包裹内卫毒品并通报 海山分局与基隆县兵队组成专案小组 根据收获人地址 在上月27日晚上前往台北市中校西路的林南住处逮人 林南被逮后变称不知情 也没向警方透露他身份 但由于是正确错 警方依然将他医毒品罪嫌送办 同时扩大追查毒品来源